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是 她很认真地想了花花说过的话 她们的沟通也很不错 对 同频也在一直一直在找对话的节奏 灵灵和笑良 上周的对话是她俩的 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十二周以来 她俩说的最有质量的一回 究竟在今天最后大结局的时候 告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来进入到今天的唤醒时间 日落告白 狠狠地磕就完劲了 二十一天 时间告一段落 喜欢还在继续 二十一天 却不止一日三餐 二十一天我们习惯在一起 二十一天 请再一次出场 用一顿饭来告别几次 做做我们之间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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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好 嗯 最后一顿饭了 好了 去干活吧 各位 哦 哦 哎 很圆圈 这火很大的 鼻窗挺好吃的 你尝一下 刚好 我又饿了 我也是 好想吃 好了 好了 这是第一道菜 哦 哇 痛痴的不太好香哦 好 上菜了啊 嗯 哎呦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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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三个几个掌吧 哪里啊 三个 可以偷吃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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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吃饭了快来快来 来吧辛苦大家 辛苦了啊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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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来来 最后一餐咯 开吃吧 要吃点什么 嗯 我想要土豆丝 你咋一样 现在男生都这么 帮你们几天 都这么 几天 这样子 你不要起身啊 哎你不要起身哦 哈哈哈 可以可以 我想吃 吃的 肉 这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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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辣椒也烫 辣椒也烫 很绿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好吃好吃 好吃 来 小张 你给你给花花夹 你给花花夹 我早就给花花夹了 还要你们去 啥人呢 我想 不夹他就说 刘明凯 那个 我相信 这张刘明凯三个字 我觉得也害怕 没有饭吃 挺好吃 看看啥了 这个鱼挺好吃的 真好吃 哇 非常夹 思佑你这样特别像一个歌词什么什么 什么 摘下太阳给你 摘下月亮给你 为什么 因为菲菲说 那个鱼在哪儿吃 然后就 那个胳膊立刻可以伸肠 你知道 王总 王总刚自己已经穿了 对 我让他吃 你让我吃 让你自己夹吧 哈哈哈 哈哈哈 哎 辛苦厨房的我们 来 等一下 敬你们 给你们录了很多有趣的视频 我看到你们三个刚刚在里面击掌 是吗 对 对 最后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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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三个在厨房里面的时候感受挺多的 是不是 确实挺多的 厨房最忙碌的三个人 来 作为最后一个敬大家一个 感谢大家到我很快就第二天就熟悉了环境 来来来 来来 还是很感谢大家的 这么多时间来给我的照顾 我觉得恒哥给我也是反转挺大的 就是当时的想法就是觉得恒哥也是可能觉得是那种比较逗的那种 就是就是 但是就是约会过后 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一日约会吗 约会过后就跟你聊了一些 我发现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然后可能在很多事情看法上是一样的 对 我就觉得还挺开心的 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可以聊一聊 而且恒哥那天做了一个事 让我觉得还挺 就是我那天跟他约会穿是个裙子 就挺冷 是那种很薄很薄的裙子 那种沙 然后后面就突然 就感觉有一件衣服照在了我的身上 然后我就说 诶 恒哥说你穿着吧你冷 然后他就往前面走 我说你不冷吗 他说没事我热 我那一下就觉得 这个男生其实是很细心的 他有很多很小的部分 一开始就看他有点吊儿郎当了 然后好像说什么事情都很不认真 就给人感觉是不是这个人 但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可能这都是在初期一个比较表面的东西 所以我也有认真的跟他聊过天 我觉得聊完天之后就是 我自己是确信说 他其实是在打开自己的状态的时候 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就是不是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无所谓的 我觉得对于他重要的东西 他真的留了很久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反倒 在某些外表下 是一个把很多事情看得很重要 且很走心的人 嗯 他说这话是对 对 对 但可能就是需要一个 去开启这个东西的人 所以我觉得可以期待 然后我们都会是第一波祝福你的人 加油 好 你也加油 你也加油 我其实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会是最后进来的一个女生 然后到了第一个见是Jasper 当时我是看到他自画像有一个问号 嗯 我就觉得很 但是在等待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生意的 就他可能问号是另一半的意思 就寻找另一个人 嗯 然后就开始走过去的时候看到你们就 就很 我们在这样 没有 你们在那里赞成一排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到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是吗 然后当时就觉得 应该是很有趣的一群人 就很期待 但是到了中间有几天是没有找到状态 到了后面找到状态之后 就感觉这里是自己家了 我觉得阿颖还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 就有刚开始那两天的时候 可能聊的时候会觉得内心有一点不坚定什么 但后面还是找回自己了 对 所以我觉得她是个还蛮有自己想法的女孩 就之前一直没有机会跟影音聊天 我觉得勇敢这两个词在你身上 我觉得挺合适的 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其实蛮像我之前的 所以我今天也想跟你说就是 希望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还能是保持你现在的勇敢的状态 不哭 对 真的 会了 我当时对你的初印象 我说你身上有很多坚韧和坚强的东西 以及自由的东西是我没有的 而且我很羡慕的 就是我 因为我是一个很固定的人 但是你是一个很自由的人 而且你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你自己喜欢的状态 待在这个圈子里其实也是很很OK很舒服的 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 就好像现在就是也这样子打开了自己遇见的大家 就其实我啊我是很难跟陌生接触的一个人 一来我跟小楠有聊过这个话题 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其实我也蛮想听的 因为其实之前我完全不在乎 就是别人对我是怎么看的怎么想的 这个完全不会去在我的一个想法范围内 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一次 不要说话 你最后一个再说 哈哈哈哈 我要准备了 我要准备你最后一个再说 你最后一个再说 因为因为我去的隔一天 他就像个糟老头子 哈哈哈哈 哇真的 他就直接在那边这样躺着 拿着两个椅子 然后这样 糟老头的坏的 对 哪也不跟人家讲话 就哦我山太阳冰火我 对 你人是真的挺好的 就是不像你说的 就是你在外面的那个样子 但是非常nice 人很nice 真的 而且很好说话 你说的nice我要讲一下 就是 就是因为我们近小屋 我敢巧 碰上他两次都是遇到公司有事情 然后活很大的时候 正好那两次都是我 连续两三天吧 都是我正好下楼 他正好要发火 然后他就每次 给我一个很臭的脸走这样 然后每次我想说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讨厌 我一见我掉头 每次见我掉头都要走 然后他说 哎我想洗个车 哪里可以洗车 我说我家旁边 哈哈哈 想再加吗你 哈哈哈 小老弟 哈哈哈 我觉得 花姐 对我第一 我应该是第一个叫你花姐的人 所以花姐应该会成为我 我认可的很好的朋友 因为我愿意跟每一个很真诚的人做朋友 不要再黑脸了好吗 哈哈哈 不会对不起 再来人家揍你一会 哈哈 拳头卷了很久 对不对 那你了 那我肯定对他是好印象啊 我在房间里面 他会跟我聊很多 然后我为什么睡得那么好 哈哈哈 对不对 出眠是吧 对啊跟我疏通了我的心灵感受 哈哈哈 所以我们 而且我们都是有一个相同的一个出生环境 所以说我们还是很心心相惜那种 对 就像大家说的就是人真的很nice 而且很real 祝好 简单说 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是很难得 我在生活中会遇到一个跟我很像的人 但是又不同行业 所以你还觉得了几天来有新鲜感 包括无论是生活状态 工作状态 情感状态 其实都很像 我可能会比他还要再执着一点 但我觉得他不是不执着 而是他骨子里那个倔劲儿其实还是在的 能遇到一个这么好的兄弟 这是我觉得来小屋很值得一件事 对 祝好吧 也不知道多说什么了 都说过了 那就 顺利 我觉得CEO首先是一个还蛮会表达的人 然后 然后所以逻辑都很清晰 他知道他要传达什么东西给大家 他可以很清楚地说出来 第二个 CEO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 不管在工作还是生活还是感情上面 然后有一点还蛮傲娇的 有点傲娇 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所以有看到他发光发热的样子 然后希望你开心 你不做他顺利吗 你没有顺利 我就开心 我兄弟也不多说了 对我也想说 这就是大家来日方长 对 嗯 我在那个牌子上面写了 我就写了一句21天未完待续 这21天确实唤醒了 我觉得唤醒这个词真的很好 就是唤醒了交朋友的方式 唤醒了谈恋爱的方式 因为生活中真的不怎么这样交朋友 又不怎么这样谈恋爱 所以我觉得唤醒了我们对待朋友 对待爱情的真心 对 感觉就像唤醒了自己 对 然后是一场弥足珍贵的经历 对 很幸运见到大家 没来小屋之前 我觉得谈恋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是21天真的唤醒了 很多的感觉 嗯 就是因为深爱人确实压力太大了 但是其实 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把恋爱和工作平衡得很好的 然后两个一起都可以达到一个共赢的目的的 所以不要害怕勇敢地去做 对 就是我怎么说呢 每个人信奉的东西不一样 我觉得我信奉的东西就一个字真 我觉得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特别的真 对 所以说我在那个牌子上写的东西是 爱情万岁 友谊长存 永远开心 就是我希望我们十个人未来的状态 不只是21天 跟花花说那句话也跟每个人说 不只是21天 我希望21年甚至再多 好像这几天也说了蛮多的 但是也是在最后的几天才了解到大家 这个结束之后也可以算是一个开始 就是我们会继续我们的友谊 嗯 好 好 那拍个照片 好 那就站这样吧 来吧 这样子 我们拿着班主人送的花来 那我在这吧 你们开心吗 开心 我们就喜欢你 我也是最后一谈 喜欢你们 我也喜欢一谈 我喜欢你 我也是 我也是 我喜欢你 我也是 我喜欢你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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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 我也是 我也是 fan 又穿西装了 哎呀 喜歡人 artist 请在录你的微博上后 查看女生们发送的告白地点 查看女生们发送的告白地点 日落前 全顾的巴巴 在1903迷宫等你 贝贝在迷宫等 我在山海美术馆玻璃花房等 他每个人有不同的地点 林在海红十级公园等 我在喜设清欢等 喜设清欢等 花花呢 林我在融创海世界等 果然是海世界呀 海世界 有限不足的问题 海州 苹果然是在海面 灵红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一起为我们十位嘉宾加油 希望他们在告白的时候 能够告白出来好的结果 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同时就让这个520一刻活拳陪伴着我们 各位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也是最后一次的一刻活拳 爱情线索 活力追踪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规则 因为这是最后一期了 面对着秦萧贤 无望的这种局面 所以最后一期的这个环节 我们加入了一个现实挑战 也是一刻活拳给某些嘉宾 创造了一些逆袭的机会 辛苦你们了 辛苦了 我们这样我们今天呢 是大家分成两对 分别猜测男生的告白对象 以及告白的结果 包括他去不去 这都可以我们补充说明 那么在各自的小黑板上写下答案 如果猜测男生告白成功 就在告白对象后面贴上黑凤梨的笑脸 如果觉得不成功 就贴上黑凤梨的哭脸 那么鉴于目前钱小钱只有四颗 五颗 五颗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七颗 摆在面前的呢 是一刻活拳的恋爱活力520的限定款 大家看到了 上面有一个计时器 等一下倒计时在开始了之后 倒计时内完成连线 猜对最多的队伍将每人获得一份活力支援 并且从对方的手里拿走一份活力支援 是针对他一个人的还是 不不不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和他一对 我选他呀 我不要你 带我一个大哥 每位嘉宾面前摆放着一刻活拳火山杯作为容器 获胜队伍的嘉宾将活力支援放到一刻活拳火山杯中 有这么一个计时器 我一旦计时开始 大家看瓶盖一跳出来 结束 交答 先说谁和谁一组 你们是有人跟我没有 没有 跟你 跟你 行 你俩一拨你呢 你也吧 行 行 我赌你 我信你 张老师一个人一队 小伯伯 我一个人一拨 你输反转大局 但你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输了呀 你要跟他们三个一拨 有道理啊 对啊 你不是要赢吗 我自己一队 我自己一队嘛 对不对 交钱我和你一组呢 你都狂到这种程度了吗 那当然了 那我计时开始了啊 朋友们计时开始 一起来吧我们 我们是一组吗 对 有的人就是狂啊 表白不成功 对吧表白不成功吗 他去了吗 他去了 他没去 他去不去 他不去 他找人不找人 不找人 那你就贴哭脸 他贴哭脸 这样 是吧 是这意思吧 对 他去了 不成功 他去了成功 那你要得写个去 对吧 去 不 这个不 他对他不成功吗 他不接受啊 肯定的 相信我 发发说得很明白 他觉得得需要很长的时间了解 他想看看 离开这个节目以后 他什么表现 我感觉最后没有那么简单 同志们 这个不成功 真的吗 但是他不是已经说了 你做得很好 对 这个不成功 这个不成功 来 朋友们 来 3 2 1 双方 亮 双方一样 双方都是 答案是一样的 答案是一样的 因为现在大家答案是一样的 所以给两组重新分队 其改答案的一次机会 所谓的重新分队就是 大家分别改 改完之后 谁倾向于哪个答案 就归到哪队里面去吗 能不能改成张恒去看热闹 秦老师你要改吗 我给你改 别着急 谁 谁去 改张恒 去灵灵那 他去灵灵那干什么去 最后一搏 他需要给自己一个答案 我觉得你有道理吧 来啊来啊 一同变不变 不变 一同不变 你变不变 我们营营 就是营营 那就这样去营营那 我们三个 你们俩去灵灵那 行 各位我们在这一季 和以往不同 大家还记得那个 告白星球吗 在告白星球上 每一个人都写了自己 对自己最向往的 那份感情的期待 希望在这个幻影季之后 能够实现的 其实当他们 去告白的时候 在某种程度上 也都在实现着自己 梦想星球里面的那个愿望 来 各位 现在进入到我们 一课活拳 恋爱走向 揭秘一课 师傅 师傅 到喜设清欢 好嘞 对 谢谢你 师傅 我们去一九零三迷宫 对 来 师傅 去荣创海世界 好嘞 真脏 我现在感受就是紧张 我现在超级紧张 这种紧张是 哎呦我老觉得 就像要结婚一样 但咱也没结过 是不是就这种感觉 不知道 好紧张啊 跟你什么去生活中 工作中 都挺 不是一种紧张 你说的我都紧张了 什么 你是不是 你 就 哦啊这我就这样唱花花 花花你们都写着花花不答应 对因为他们昨天吃饭的时候 已经很明确的表达了 我觉得花花已经很明确了 看 看最后一块你要不要尝尝 谢谢 我就是觉得真诚的人 真的可以遇到好的 感情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 那你这一会儿先上台有什么期待吗 期待肯定会期待嘛 就是第一个会期待答案 然后也 想快点 面对了 但是还是很紧张 紧张 我从来不紧张 我真的 好紧张 我手手冒汗 这样我现在就是 起碰 看这个 看这个 完全不一样 Cecil的 你看这个 不紧张 谢谢你今天帮我换一个拎箱子 她是我的一个童话 喜欢 喜欢 第一天 你看 盲盒 那个盲盒 要么就是今天 要么就是不用 来不及了 快十二点了 那你为什么要给我呀 那你第一个回来 你太过分了 请我准备一个东西给你 类似于像小披肩一样的东西 可以啊 可以 好看的 喜欢就好 因为蓝色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这个颜色就是现在我对你的认识 哦 那说一个现实年的问题吧 就是 你有考虑回深圳吗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嗯 但不是说我有考虑过回深圳 这是最后一分吗 其实我是属于一个失恋的状态 然后 这段时间 我有说 其实我还蛮难打开自己的 但是最近 觉得有在尝试了 然后 也很谢谢CU 对 对 那么 没关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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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契合只是50%的部分 还有50%的部分是情绪价值 如果你不愿意去提供 那我觉得做朋友也会很好 希望你的每一个选择都遵从你内心的声音和自己合计 就是杰斯佩 我觉得就是很像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里面的歌词就是 就是谢谢你带我来看日落看鬼怪 就是看一看指纹不见的精彩 答案对我来说或许很重要 但也或许不是那么重要 我一直相信就是永远会有人去爱你的奇奇怪怪 然后去感受到你的那些可可爱爱的东西 过去我只能回忆当下是我能够享受的 未来走一步看一步 不代表我对未来的感情没有规划 只是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当下是幸福快乐的 那未来也不会太差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定会有人懂你的东西和你懂的信 从此到她的你该怎么去找她 焦主 去吧 不知道她去不去 我还 就是她是 梁可 就是她是 梁可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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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俩到后一个阶段 有点儿虐 就因为七七的单向付出 实在太浓烈了 我真的有个最希望的结果 就是他去跟七七说 接下来他们还有时间去认识 就是去充分地说清楚 对 让他还有足够的时间 去了解七七是什么样子 我希望是这样 这次我们在 在小屋里的最后一封信 那我一直就会觉得 我一直想遇到一个自己 很喜欢的人 那我在情感方面是一个非常慢热的人 我很怕 我付出了真心之后 他又这样离开了 崭新家 喜欢是光太晒了 我帮你挡挡了 喜欢是别看地 看地会摔 你看着我 喜欢是总努力尝试 让我更加勇敢地走出自己 给自己的束缚 尝试你一起体验这一日恋爱之旅 明天见 蒋灵灵 就一封一封翻过来 你就会觉得他真的在打开自己 对 包括这两天 一起聊天 我都觉得 是我没有见过的 蒋老师 所以 有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不容易吧 而且到此刻我也不知道结局是什么 知道吗 这个太搞笑了 这个太搞笑了 你胳膊就平了不要动 肩膀不要动 胯不要动 就这样 就平平的 好不好 他和盈盈聊得也挺多的 而且那次约会也是他俩去约的 因为你爱吃饭 我也很爱吃饭 不知道我觉得呢 嗯 再加上那个第一眼的印象 就一 就就想投给你了 她和灵灵还有过月亮约会呢 灵灵发起的 那你能来我还是很开心呢 加油 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 就大方向上生活上两个人是 三观是比较像的 我也比较在乎 三观的契合 但是我属于那种 只要有一点我发现 就是不对 不对 我就觉得那时候他之前都在骗我 恒我太像了 可是你不觉得随着年纪增长 安全感这个东西 是自己给自己的 恒哥呀 别让我失望呀 有一次真诚的沟通的机会是蛮开心的 就是花花跟我约上约会那次 就是所有女生里面谁的性格最好 我说是你啊 一开始就看他有点吊儿郎当的 但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我自己是确信说他其实是 在打开自己的状态的时候 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就是不是表面上看起来 什么都无所谓 我应该是 应该是有十年没有真正的去 从内心深处去接纳一个人 现在我得让他改变逃避的这个念头 去放开爱的冲动 这个话怎么现在说 温哥 好漂亮啊 嗯 白雪公主 来了 嗨 哈喽 不是吧 不是吧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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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啊牛啊 小小姐你是告白成功了吧 有没有想到我回来 哈喽 给你 送你一树花 我放这吧 要不 送你一树花 你给我 我见还是不见 小梁懵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送 谢谢 然后就应该算是我来小屋第一次送 小梁在后面看着呀 对啊 是因为 其实是在那天 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最后打开了那个信箱 看到你那一封信 然后对我 触动很大 感触很深 嗯 这种唤醒了我的一个 以前的一个 感情 你知道吧 嗯 就说的那句话 不要对在自己的感情上小心翼翼 嗯 然后也不要 被与筹谋都觉得 对 对 迟早 别人会伤害我 或者会伸手 有感受很深 需要我去勇敢去 开始 勇敢去结束 嗯 我就想起 你月亮约会那天 嗯 你说你 非常有 对对对 这整个 我来了十一天 最难忘的一个瞬间吧 在我心里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 哇 也让我去勇敢地表达自己 包括这束花 芬林 它的花语是感谢和祝福 嗯 就是 一定会幸福 我觉得你一定会幸福 来送祝福 然后我分享一下我的这个 好呀 你看一下我的这个 好 分享 平平淡淡地陪伴 对 接着咱俩太阳 太阳 太阳约会的时候 我们聊到 对 聊到了 我们现在这个状态 所需要的一个感情 嗯 所以我觉得 就是 不谋而合吧 所以我们俩的 对于感情的一个 看法和一个 经历 我感觉还是蛮相似的 对 是的 所以那就祝福你吧 嗯 谢谢航哥 一定会找到那个 特别特别好的女孩 对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他回头我还不在那看 是不是给自己答案 不想承认 张恒她是一个 一定要追到底的人 只有灵灵 是她一直 她真的 我真的是喜欢这个姑娘 不想听她说话了 哎 我想听孝良说 哇塞 嗨 嗨 你怎么这么久呀 嗯 我在找你呀 我在这儿呀 我一直在这儿呀 给 嗯 谢谢 应该是你喜欢的那种 因为我昨天说的白玫瑰 是吗 哈哈 好紧张啊 嗯 怎么呢 怎么紧张了呢 然后 我今天看到海洋馆特别开心 嗯 我也是 对 因为是我 很喜欢 然后也很想跟你 因为我们这几天路过 就看到海世界 嗯 嗯 我就在想 如果最后一天 可以跟你在这儿 的话 应该是 很开心的 嗯 你看他俩都来了 他们好 他起来的名字 他就陈老师 哈哈哈哈 那那个呢 那个叫小蒋 小蒋 真可爱 嗯 可能有点正事 有点正事 对 嗯 你走过来一点 好 这是我 这是我 我在给他们大气 嗯 我开始吧 首先 我其实特别开心 也特别 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嗯 然后能在小屋里面遇见你 对 并且有机会坚定地选择你 然后 我觉得是唤醒了我对爱情的动力 然后我们从 初十 到 中间的低谷期 嗯 然后再到我们聊了很多内容 然后 打破了平静 然后更进了一步 就我觉得所有的细节 我都记在心里 我们每一个 接触的在小屋里的细节 嗯 我都记在心里 其实 我从最开始的 想要得到被喜欢 然后到 转变成 想要得到被信任 嗯 我觉得是我们 两个之间 的节奏 嗯 也只有我们两个才能懂得节奏 所以 我很希望 我是一个值得你信任的人 然后 能懂你 能带领你 然后希望你能相信我 是一个值得依托的人 反正 只要你回头看我 发现我都在 对 然后最后 最后啊 最后我想说 我准备好了 想灵灵 想灵灵 可以的话 我们谈久一点吧 然后久到 可以见双方父母 久到可以交换余舍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听到你 你的 就是告白是吗 嗯 嗯 嗯 那我也 也有 我想说的吧 我请 谢谢你 21天 非常坚定地 选择了我 从一开始到 21天结束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你在 你在这21天里面 你拿出了 你的耐心和诚意 然后你 看了我是怎么 一步一步成长的吧 所以 虽然我的性格是 比较摇摆 而且很犹豫 也想很多的人 但是 我觉得我想 嗯 虽然21天很短 但是 它让我慢慢地 发现一个人的美好 然后 嗯 觉得被爱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情 嗯 但是 我觉得我想 啥意思 是 但是 我觉得我想 给自己一次机会吧 勇敢一点 啥意思 在一起了 愿意去试一试 不哭了 所以 啥意思快说 我喜欢你 我也是 哎呦 哎呦 原来这就是喜欢 若清风拂光我的头发 原来这就是喜欢 真好 在山谷 整个世界是想想 我们 我静静的看着你 一句 紧张 我紧张死了 我好紧张 你就觉得 我喜欢你我不是 嗯 嗯 我没哭我没哭 嗯 我没哭 你看 超可爱 全程的 听到全程 你我无名 这跟灵灵出出的像这心脏 是个 不是我刚刚都以为已经没戏了 对我以为他说不了 吓死我了 我还说干什么 因为上来之后一系列都是 谢谢你 的曾经 谢谢你给我的爱 大心脏 得需要个大心脏 那我们 啊 我交换一下星球吧 嗯 给我 我来看 好 都可以 我是大力女 都是巴黎神奇旅 看你这 来一下这 这是 啊 想一起去很多地方旅行 想一起 有一个共同进步的爱好 想一起打卡很多的美食 想一起面对每天柴米油盐的琐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人间烟火很有趣 喜乐有分享 共度日月 嗯 好像啊 啊 啊 我他俩写的还好搭哦 你的最后一句压了我的第一句 然后你的后两句压了我前几句 天呐 高度重叠 百分之九十 好像我们的内容是一样的 嗯 只是你写的文艺一点 我写的直白 排比句一点 毕竟我是心里有诗的女孩 哈哈哈哈 有诗和脸上 我是心里有包袱的男孩 哈哈哈哈 体力包袱的男孩 我写了手啦 哈哈哈哈 我写了手啦 我有点没回过神来 所以如果我今天觉得不是对不起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我买好几条了 行 好可爱 他好可爱 真好 真好 我就是后面科堂的那个大白金 我的天 我嗓子都喊哑了 我期待下一对 好可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明他不够勇敢 对 他们上礼拜已经用做游戏的方法表白过喜欢你我也是了 这都已经板上钉尖了 哇 他真的是迷宫爱 看在上周的那个基础上还有没有可能拔高再拔一下吧 更上一层高 那我期待值已经拉高了 你可以走过来吗 这边 挺新的啊 这我走对了吗 是这里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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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主席好好表现吧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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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不去那边 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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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哦 你慢点哦 你先走 好 我拉着你吧 嗯 今天如果再上升一下可能 我我CEO就风神了我相信 好 我们要开会了 给自己打了个稿 我先把这支抽出来 它是一个有特殊含义的 首先呢这支花我们昨天有聊到你喜欢的玫瑰 其实白玫瑰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花 所以我准备了二十一朵白玫瑰 那这个是第二十二朵 那为什么是二十一朵呢 其实代表的是 在过去的二十一天里面 其实我每一次的选择 都是你 然后 旁边的满贴金其实是我想送给我们彼此的未来 就是这些未知的点点滴滴 就是我想和你继续面对的 这一支呢比较特别 特别感谢你 就是因为你的勇敢 在这一次我们 走近彼此 然后 它的寓意是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 我想做这个更主动更勇敢的人 去走向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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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因为你之前有说过大山这个词 我说过我不想成为那座大山 我想要成为你身边这个跟你一起翻山越岭的人 嗯 只要你愿意接受 我想跟你一起 去面对未来的所有的位置 就是我想说的 好 好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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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满足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看你的 你看我的 嗯 谢谢 东西 就是不够 更加上 CIO我信你 我觉得你还可以更唱佳继 CIO你加把劲好吗 CIO 哎呀我真 你们俩水流一点 对啊 你练上我的吧 希望我们深層浪漫 你写的是稳定 但不缺乏浪漫 相互陪伴 但不彼此限制 一起享受彼此生活的美好 差不多 不知道浪漫 真诚浪漫天定很好 浪漫啊 这二十几天 很高兴一件 二十一天不是结束 是一个延续 或者是一个新的开始 明白 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明白你意思 明白就行了 实际上 这个事情 很吵 晴晴 天才有 喜欢看 你明白那些 都不能 你明白 你询磨 我 真的 那一件事 我 呢 挺好的 挺好的 很自然的牵手 非常好 在这城市 就拒绝多样的寻求 我申请一下 放前面 放灵灵的 我不想放在这 把这段全力收回了 全收回 完全收回 用在陈笑良跟灵灵的那一块 好嘞 我喜欢你 我也许 我喜欢你 我也是 所以各位朋友你知道 刚才你们看到的 CEO和贝贝这段 本来背景音乐 是他俩的主题歌 但是因为他们两个觉得 不够刺激 没有更上一层楼 这首主题歌就用到了 笑良和灵灵的 这样吧 这个主题歌用到上一期 他们玩游戏的时候 朋友 我们就不修改上一期的节目了 你俩过分了 好吗 来 我们继续 这是 凯哥 我喜欢的凯凯 凯凯今天没带花吗 他都有花花了 难道还需要花吗 好 好 来 点 好 是蒋老师坚决认为不会答应 不会答应 哈喽 哈喽 我现在觉得心特别紧 太紧了 所以今天没有给我准备花了 没有准备了花 然后我可是很真心 我可是很真心的来 真的 我在我走 我现在一不二次 我练习了一直在练习 然后我们不是回房间了之后 然后我就把所有灯都关了 然后就开始想 然后开始打字 然后就大概我把东西打完之后 然后写下来了 我写成一封信 我这一辈子吧 紧张的时候 也就只有比赛的时候 比较紧张 但是我没有紧张的这么久 然后也没有这么的紧张 那我今天有准备花 因为我想说之前每次都是 你给我准备嘛 然后所以我今天有准备 我觉得比较适合你的花 你知道这是什么花 这是什么花 这叫卡布奇诺玫瑰 然后 然后它的花语 我觉得还蛮适合 他的花语就是温柔和美好 还有不情侣 我觉得就很适合你 哈哈 你坐吧 哎呀 哎谢谢 还真是先说谢谢 好看吗 好看啊 肯定好看啊 那待会没你好看 是啊 我太紧张了 现在非常慌 那我们先看这个吧 其实我挺想看一下你的球的 来吧 好吧好吧 我先给你 跟 你看一下我的吧 其实我的比较简单 哎 我有点不太知道这个怎么办 应该是 我给你看 嗯 能看懂吗 哦 这是一句歌词 哎 那你怎么跟写信写的一样少啊 哭不哭 哈哈 哭哭 然后来吧 看我的球 哦 球 其实我一开始 选这颗球的原因它是 整个是这个颜色的 就是 红 红黄 就是比较 热情吧 但是 黑色的那一面 这是我的另一面 其实它跟 你每天不是跟我说锁的意思是什么啊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自己内 内心的那 深沉的那一面 然后我写的是 这么写的 一步步慢慢感受 等待 陪伴 了解 信任 对 因为我觉得 像咱们就是这个年纪了 其实 我觉得更多的是 等待陪伴 互相了解 互相理解 还有最大的就是信任 对 就我觉得这是我当下写下来的 写的还蛮 符合花花的 慢慢来 那你之后加了我微信 你就会看到我的个性鲜明 为什么 就是可能跟你刚才说的某些是 哦 差不多是吧 可以 对应上 知道 那现在又开始表白了 我好喜欢他的这种紧张 说明他在乎 然后这个是行 因为其实还是一样 我怕我 自己讲 就是整个逻辑会乱掉 所以我还是把它写下来 然后等一下就会把这封信给你 就是我给你的最后一封 我给你的最后一封信 大声的念啊 站起来 我觉得要不我们 站起来 讲吧 就是要不站在这 我觉得做的有点 有点比较不正式 哎 哇你看那边 那走吧 站起来吧 哦 怎么感觉要宣读结婚的那个 好来哦 好来哦 那个 花花 就是我们两个相处的时间 虽然不是整个人二十一天 但这些日子你让我变化非常大 你说是来谈恋爱了 你让我觉得更像是来面对自己 然后寻找丢失了自己 去唤醒那份缺失的爱 还有真诚的爱 在互相了解的过程中 其实我非常的害怕 也不愿意去把心里的锁打开 然后去诉说我 想对你说的真实的想法 但是我很怕自己错过了 又再去后悔 所以我把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 拿出来去跟你做交流 然后去做了解 想要让你好好地了解一下我 然后顺便我也想要好好地了解一下我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不想要的是什么 我当下也知道 我确实不能再像一个少年一样 对自己的未来没有规划 也没有方向 我会对自己负责 把自己的状态拉起来 让你能感觉到 其实我在生活中也是一个 很有安全感的人 我会用行动去证明 接下来在未来日子里 我不知道我们会是一起前进 还是各自地去努力 但是我想跟你说的就是 因为你 然后我变好 写得好 你写的当下是什么 自己真实的想法 你也可以跟我说一下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很默契的一点 就是可能我不知道其他的人 会不会像我们一样 在今天那种写信的形式 但是我其实来之前也有写 那我先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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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看一下长度 哇 那我先读给你听好 就卡一开 我说这可能是我写的所有信里面 最长的一封 在这21天里 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说在这21天里 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如果只是草率地说一声谢谢 不仅是敷衍了你 也是敷衍了我自己内心的感受 我想如果说爱是一种能力的话 有可能就是你这种 有可能就是你这种 能使人生出幸福感的能力吧 至少我现在可以说 你给了我最美好且最有温度的回忆 与其说是用21天去了解你 不如说是通过你 我又再一次了解了自己 我从不缺少爱的期待和勇气 也足够的理智和自信 而你的付出 让我重新去思考了 理性和感性的平衡 还有就是感性对于爱的意义 我说过很多次 就是21天 对于确定一个好的伴侣和一段关系 的确是有点仓促了 我觉得如果你能够足够了解我的话 就应该知道 我的经历和过往是不允许我轻易地 给别人一个答复或者是承诺 这个也许就是明天对于我们的意义 明天或许可以把很多的不可能 通过努力变成可能 又或许是把很多的不可能变成回忆 如果你也相信有无数可能的明天的话 就和我一起期待 我们今后的每一次相遇吧 然后我在这边 我本来是想贴一个花的 后来贴完之后又撕掉了 我觉得贴一个叶子比较符合 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从这个画里面看出来 我觉得在这些天里面 其实你对于我的角色就是很像这些叶子对于这些画的这种关系一样 就是会一直在我身边 然后所以我就贴了一个这个在上面 然后这封信其实我写的可能比较的 嗯 嗯 嗯 然后我想表达的意思意思就是说 嗯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去 很直接地说 YES 好 Alycia 嗯 因为有 我毕竟 会有很多 关于现实的思考 然后呢 但是呢 我又其实不是很想在这个时候去草率的说No 因为我觉得 我们现在觉得很困扰的事情 是 我觉得是可以交给时间去验证一下 因为我们在这21天里面的 所处的环境 和我们走出这个小的世界 然后回到现实世界的 它这样会更想哭 环境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说用现实世界的这些现实 再去验证一些事情 然后因为我真的有在想说 很多我以前觉得不可能打破的东西 在爱的前提下到底能不能够打破 我觉得不管你什么答案你都别给自己压力 因为我很 我明白你 我感受得到 然后 我也知道我现在的状态跟你爱情的 你想要的爱情的那个状态 其实没得到那个要求 然后 我会去努力 我可以跟你说我愿意去努力 因为你我愿意去努力 其实我本来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想说 因为走出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再去相互的了解一下 然后去验证一下说 有些事情到底适不适合 或者是能不能在一起 其实我不是一个很纠结的人 然后我是一个做决定非常快和果断的人 但是这一次其实我是真的有想好好地考虑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管是对你负责还是对我自己负责 我都想说现在做决定都有点太仓促了 是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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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你刚刚说的就是我觉得确实是21天 咱们是没有办法做决定 因为我也觉得没有必要立刻做决定 但是 希望你能给我机会 然后咱们两个互相继续了解 不是愿意的 不是愿意的 yes 他愿意 在未来的时间里相互了解 嗯 嗯 就是他们一方面尊重了规则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不拿规则 约束自己的真实的生活 我觉得是对的 不是为了节目而仓促地说我就 我就要这个答案 是或者否 直接说21天不够 我认为这是负责人的答案 嗯 对 因为是个开放结局 所以这一局算打平 营运在等 but the times they aren't changing around here building walls and closing bridges saying all they want is be I'm young but I can read through the light 营营这次确实 这场仗打的全程都处于 不太占据优势的位置上 因为入局太晚了 嗯 他的选择权真的比较少 对 因为刚开始主动融入 还是慢了 对 主动融入也慢了 对 嗯 哎呀 时间到了 我认为盈盈能够 欺然接受 希望能遇到一个可以保护我 宠着我 能一起冒险 同时也可以平淡生活 友善尽心 会共同进步的她 等了一个多小时 在等待的过程中 我再回想 来小屋的这一段时间 整个人的变化 我叫沈玉盈 可以叫我玉盈或者阿姨 就感觉 跟开始的憧憬很不一样吧 因为刚开始是想要来找心动 想找恋爱 没想到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找到了自己 因为我觉得 我以前就没有去面对 一直在逃避 现在我会花时间去接受 我希望这几天的时间 过得慢一点 我现在最想告白的人是我自己 因为我现在真的觉得自己很厉害 挺好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为自己鼓掌 我也有准备一个花环 就是送给我们勇敢的影片 谢谢 好喜欢 希望你早点遇到你的王子 最爱 好的 真棒 好看 挺好的 我真的觉得 盈盈最后说到的 她通过这次来重新找到自己 在爱里面应该有的定位 是一件好事 对 能找到自己就是爱的开始 是 时间到了 等一下吧 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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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太虐了 等到 好 来了 大家选择的都是对的 很好 看 我觉得俊良如果能来说清楚 就是最好的选择 说明他成熟了不逃避吧 他没有带那个星球 没想到 怎么没想到呢 居然等到了 我觉得 还要去找琪琪说清楚吧 我觉得这是一件 男生应该承担的责任 面对面地把我们之间的 想说的或者是没说的话 去 讲清楚 帅 长大了 你这个虽然给我照镜子了 对啊 你可以去照镜子 可以点LED的灯光 对的 等多久了 等了没多久了 我一开始没觉得你会来 然后 我今天想给你看这个 要不你来看 这个是不是手机壳 是的 你知道的话 就猜吧 你可以看一下是什么 你先猜一下是什么 你先猜一下是什么 我对爱情的期待 方向 每一天都开心 好难猜 给你挑一段 永不失联的分享欲 你说过 对 就是我觉得 可能感情就是 两个人就是 互相通电的感觉 我之前写的是 同心同行 后来 我们接触了之后 我加了四个字 我加的是双向奔赴 你 没关系俊亮 来了就大胆地说 这21天的前7天 我特别地旁观 然后从第7天的第一次约会开始 我觉得就是我突然间找到了一个方向 就是很想跟你说 就是很想跟你说 谢谢 你让我找到了一个方向 让我突然觉得我自己是真正的勇敢起来 我以前从来不主动追男生的 一点都不主动的 就突然觉得主动表达的过程我也很开心 是没有想过的开心 齐齐 我感觉可能我们俩有很多很 气场上很合适的地方 但是可能 我们两个 就是 好像不对 就是对面在告诉我好像不对 我又不知道是哪里不对 这两样大声地说 就是先说吧 就是你说哪里不对 其实 是 是我不对 我没有这话 就是这话是真的 就是我觉得错的是我 错的是实际 我一直觉得 恋爱当中其实心动的感觉很重要 双向奔赴也很重要 双向奔赴也很重要 然后 我之前的这些天 其实我也在想说我在做什么 我在干嘛 我自己 没有答案吗 没有答案吗 或者怎么样 其实我不是的 我是在 就是在看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想去找一下我们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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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好感怎么去继承为喜欢 朋友怎么能去成为恋人 就是我想去找到 能不能在我们的交流过程中 发现我所需要的爱情特质 所以她这是没有成功 觉得琪琪也坦然了 我们应该是 很好的朋友吧 很好的朋友 那这个答案我觉得就够了 你来就已经让我觉得很安心了 至少我可以把 我想说的话跟你说完 然后你告诉我这个答案 其实是我最想听的 就是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想听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能感到我跟你做朋友 一定是很开心的朋友 就是可以一起去玩 一起去滑雪 对不对 一起去尝试各种东西的朋友 大家一起都可以 但是因为我先表达过了 我喜欢 你的这个答案 其实是最不伤害我的 真的 你直接一点告诉我 就很好 但我觉得这个时机也很好 琪琪表现很完美 对 所以我刚刚给她鼓掌了 这样的表达 对比一个女孩子很完美 可以吧 我觉得说得很清楚了 很开心的接受 打开心心的接受 把我的手机壳给我吧 你既然知道她是什么了 你就回去再看吧 嗯 我觉得可以抱一下 抱一下 抱一下 感觉 我会也放心吧 快幸运能够 就是你 我也是 我懂 我懂 你先走吧 我先走 我先走 北京都走 快去的 快到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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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出来了 又是 我王俊 他 How long can I stay I tell you I'm shaking How long till it goes away I tell you I'm broken How long can I stand on my feet I tell you I'm trying How long can I stand on my feet I bring you roses to your place So I do you love you What happened I just had a hard time How long can I stand on my feet I feel I need you I feel for a long time I feel free How long can I stand on my feet I feel free 我一直在买一步 就很悲伤 也为其喜欢你第三季 结束 结束了 太棒了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永远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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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欢喜悲伤 第三季的喜欢你我也是 是哭的人次最多的一季 几乎每个人都在这儿掉过泪 我们说这一季叫唤醒季 唤醒季其实 就是唤醒每个人 去面对自己以往爱的遗憾 甚至于是伤痛 但是可能比这些更重要的是 你要去重新梳理 在爱方面 我最重视的是什么 我是谁 爱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无论最后的告白是不是成功 但是我们这十位年轻的朋友 在这方面都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们鼓鼓掌 是吧 他们真的做了最好最好的唤醒 有双向奔赴的 有留有遗憾的 有开放结局的 还有即便是哭也要大声地哭出来 我觉得大声地哭出来 本身就是一个治愈的过程 是 尤其是哭出来和伙伴们分享 说我好难过 我觉得这就是成长 而我们几个人呢 也有人要哭 也有人要笑 要笑的人是 一课活拳的活力支援 会得到的最多 将要获得一课活拳 今天一人得到一颗的是 秦潇贤老师 和 谢谢 蒋敦郝老师 谢谢 然后你们两个呢 咱们得到惊喜大奖的 干脆就你俩一块 你俩互相云一下 联手拿到本季 最好的成绩 最后主要是 老秦改的那个很对 对 我真的觉得你现在 在这一记下来 出师了 出师了 我们先恭喜一下 最后获得一课活拳 惊喜大奖的 两位是 秦潇贤先生 和蒋敦郝先生 又擦肩而过 咱就是说 周老师又擦肩而过 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们来 也不是为了 拿惊喜大奖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最大的收获 和正在看节目的您一样 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 每个人的爱 和与爱有关的能力 都能够被唤醒 我是不是愿意 在我的生命中找到 我无论如何付出 都想要争取到的那份爱 这是我们希望 大家在我们这一记的 《喜欢你我也是唤醒记》中 得到的收获 本节目由 《喜欢你每一课》的 《一课活拳》 独家冠名播出 《一课活拳》 《一力集团》荣誉出品 感谢各位观众 在这一记的每一期当中 五时五刻的陪伴 也希望 在这一记的《喜欢你我也是 《唤醒记》中 大家都有所收获 所以再次记住 我们节目的口号是 愿每一句《喜欢你》 都能得到 我也是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的关注 真的就结束了 我在等惊喜 没有惊喜了吗 那个秦老师和那个蒋老师 来自《一课活拳》的惊喜大奖 到底是什么 让他们两个看一下 来把惊喜大奖抬上来 来 你们俩的 没有 很喜欢 听见 你好 你好 她俩牵着手来的 她俩牵着手来的 欢迎十位朋友 来 欢迎张红 张红 欢迎俊良 欢迎琪琪 欢迎圓圆 她们俩是牵着手 我没有看到她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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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牵着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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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里边来 里边来 照亮 看我她们紧张为啥 对 有一点紧张 来 到中间来 在这儿 没关系 没有 来 走 大家会不会觉得看到她们 丝毫没有任何的陌生感 陌生 对 CEO你知道你和钱小贤 是一家的是吧 对 没有想到你在 她跟你拍矮了 真的 真拍矮了 我今天是来证明这个的 真拍矮了 俊良 你知道钱小贤 一直不喜欢你 是吧 过于直白了 略有关注 这是可以说的吗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的感情 都是起起伏伏 来 我们来介绍介绍 一对一对的成功的CP 一如往昔 让我们再来认识一下CEO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看代言人 现在怎么样 你们两个的状态 我们现在其实还蛮好的 但是会有些特殊原因 导致我们欠下 没有那么多的交流 就是现在相见的频率 不像想象中那么高 对 完全没想象到 因为其实录完节目之后 马上就分开了 分开之后 然后也是因为一些因素 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 然后 对 其实没有那么多天 但我们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方式 去维持彼此的感情 对 她还每天给你做粥吗 她还给你 没有 云过粥 没有了 是不是 这个男生真的是 是 哈哈哈哈 来两位 CEO和贝贝的 撒糖时间 来了 来来来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满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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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了满足了 要满了要满了 哈哈哈哈 第二组CP 广受大家关注的蒋笑话组合 大家好 你这张机票用了吗 用了用了 是张老师 我看他的IP地址一直在湖南 真的 哈哈哈哈 你现在还看IP地址 我真的你 你现在过分了 我去看湖南 偷偷看 对去了去了 所以现在不纽结了 不纽结 不纽结 那那墙凿了吗 就是只有那个墙 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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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也不天天 问自己十万个为什么了 对 现在和解了很多 跟自己 讲笑话组合 撒糖时间 那我清一下 好的 好 他还回一个 回了一个 什么都得还一个 回了一个 真的 什么都得还一个 什么都得还一个 非常好 继续保持 继续保持 来 二位 明花有主 我想请问一下 什么情况 看看 就是其实出来以后 我就是还是想要 继续就是联系花花 然后 详细讲 问的是啥情况 情况 情况就是我追到他了 还是这个味道 连续上来了 还是这个味道 我就努力勇于表达追到他 你们都是在北京 对 所以他回来之后 就一直没闲着 对 没闲着 然后一直在不断地努力 做了很多次早餐 然后吃人嘴短 就有一次就是说到了 小时候 然后我停出动 然后我就上去 给他一个拥抱 那时候内心戏是这么想说 那顶多就被护一巴掌吗 哈哈哈哈 他就也 没护能接受 哇哦 磕到了磕到了 抱一下 抱一下 明花有煮 撒糖时间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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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杰琼老师这个 啊 哈哈 琪琪现在怎么样 琪琪现在就是 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 嗯 俊良呢 也一切正常 嗯 横哥也一切正常 对 一切正常 盈盈更加一切正常 嗯 是这样各位 我们的这些节目啊 呃一直受到了 太多朋友的关注 然后大家呢 都格外格外格外的 想要知道 他们现在的情况 到底怎么样 我们先送出礼物 是给三对成了的 交给女生领 谢谢 很多朋友都在 关注着我们十位朋友 那么一直陪伴我们的 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嗯 恋爱活力观 一刻活拳 为牵手成功的各位 发到你们手里面的 准备了一刻活拳 恋爱活力大奖 奖品是 在你们甜蜜的恋爱期 一刻活拳 无限畅饮 哦 哦 挺好的啊 好啊 然后 陈小贤先生 蒋敦豪先生 你们获得的惊喜大奖 就是一刻活拳提供的 恋爱活力绽放 北京 西丹 百万的大瓶刊位 哦 整个西丹啊 全是你俩 哦 哦 哦 还有这个东西 哦 而对于我们正在看节目的 各位朋友 真正的惊喜大奖 我们会放在明天中午的12点 仍然是在其应大家的要求 我们明天中午12点加更一次 就来介绍一下 这十位 情况如何 各位 明天中午去 嗯 来 你坐这 就坐这 你就坐这 听我安排 坐 哎 刚才其他人 啊 看出来了 啊 啊 又来了 那不又来了 啊 你刚才倒乱 你尝一下 我觉得可以了 哎 嗯 好吃 啊 我要被吃飞了 我呛 说不出话了 你来 我面前有网合 编的都是网友给大家提的问题 私有网传 你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是真的吗 啊 呃 今天可以说 上来吧 上来吧孩子 对 零零为什么剧本约会想约CEU 其他的都不行是吧 对 夸夸姐的 说出节目期间张恒比凯凯更好的三个点 太刺激了 这句话说说青筋都抱起来了 七七跟每个男生都有接触过 为什么最后锁定了俊良 我也想听一听 给盈盈的银痕戏是否有发展可能 看不懂 你们这都这么吓人呢这问题 对于社交平台掉皮事件你怎么看 特征复杂 你觉得自己是恋爱脑吗 我可以爆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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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没关系 您的用来 颜色哦 我是看不敌开 很大 对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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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又要是想点心 嗯 很期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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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一下 对 你 我给你弄一下吧 谢谢 你唱的安乐 我就是说这个给安排 你唱的安乐 你唱的安乐 我给你弄一下吧 你唱的安乐 我感觉又想 听不懂我身上咋俩开啊 你喜欢的这种 感觉 我知道也 我是主持人 我 天的心愁 哈喽 呀我现在开了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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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穿裙子别闹 阳光他拥抱着我 云朵也有话要说 在心动的那一刻 没有 谢谢 那你也给我要的吧 为谁会这么伤透 好像比自己的世界 是否被问通 想找个合适的借口 破裂了 我这样的味道好长 我说是在感觉是在感觉 都顺服吗 我不会 我感觉很紧张 在你这种 调动 和我最难的温柔 城市里照着着的 你来 看点 如果我好了花半天星空 天里人群 来吧大婶快你了 忘掉所有发生能流伤 你走走走走走 和我最能的温柔 在这城市在指着的 天不聪明 他们会知道 我来 我来试试看 我来试试看 你抓完了 哦 哦 哦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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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会拍啊 哈哈 不好意思 16岁的 好钱啊 赶紧拿回来 招架买走 好 但我看得到是我是摄影师 摄影师自己 以为我反省 对 我看得到你画 哎呀 哎我觉得这个比上次那个跳 那必须的啊 那这个意思比上次那个意思更好 你认识什么话吗 这不是白玫瑰吗 我认识什么话 你这样的歌给我 你不是吗 你是白玫瑰 你叫桃花 桃花 桃花 你自己做 你自己只能要唱错错错 气死我了 哈哈 我什么 为什么世界不了 这个 你的作品 哦 哦 我看呀 在这城市上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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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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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来的很突然 之前可能缺少了一些时间的相处 那你还会坚持你一开始的选择吗 在关键打开 这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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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还是想跟你说什么 我觉得很抱歉 因为很抱歉 就是感情是很差 我在最难受 我就是我自己都有好 然后我还要在下面去安慰 然后当你们听到这里 每句话我就刻意不说 我第一次跟你讲 我们的一个约会 那一个约会是 一茶阳错了 但是跟你见面之后 你了解本身后 我过没洗澡天 我觉得很开心 那个约会是 不是说是 选择跟被选择的关系 不重要 可是认识还在下面 我去没给元�� 银 然后你